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话说玉帝知道了孙悟空种种顽劣的事迹以后 大发雷霆 他立刻命令拖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 率领十万天兵天将 前去花果山把孙悟空捉拿回来 可悟空看到这么多天兵天将乌鸦压地杀过来 也不感到慌张 只见他从后脑勺拔出一组猴毛 一吹 猴毛就变成了一个个能打会战的小兵猴 把天兵天将们打得落花流水 李天王见情况不妙 赶紧派人回天庭向玉帝报告 玉帝马上让神通广大的二郎神去帮忙 二郎神接到旨意后 二话不说 就率领着手下的神兵带上笑天犬冲向花果山 悟空听猴子们说 外面似乎来了个厉害的家伙 只见那二郎神长相俊美 像个女娃娃似的 便嘲笑起来 哪里来的小将也敢来这里挑战 二郎神听了气愤不已 举起三尖两刃枪就砍过来 悟空灵敏地侧身躲过 急忙变出金箍棒应战 两人一共大战了三百多个回合 打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 难分难解呀 可就在两人打得起劲时 二郎神手下的兵将们 也向水灵洞发起了进攻 一时间 小猴们纷纷被打得丢盔弃甲 四散逃走 悟空见了 瞬间慌了神 赶紧把法术一收 就想往洞里逃 可快到洞口时 悟空又被二郎神的精兵拦住 悟空只好变成了一只麻雀 飞到枝头上一动不动 天兵们找了半天都不见悟空 还以为他逃跑了 忙向二郎神报告 二郎神不相信 用额头上的天眼一瞧 便看穿了那麻雀是悟空变的 于是 他也变成了一只专吃麻雀的老鹰 张开翅膀直往那麻雀扑去 悟空见状 赶紧又变成一只大鸟 飞向天空 二郎神也跟着 变成了一只大海鹤 钻到云里去抓大鸟 悟空一看情况不妙 就往下冲 掉到水里 变成了一条鱼 二郎神追到水边 却不见悟空的踪影 他料到悟空会变成鱼 藏在水里 于是 二郎神也变成了一只鱼鹰 往水里修得一拙 吓得悟空赶紧窜出水面 他咕噜噜地滚到山脚边 把自己啊 变成了一座土地庙 二郎神赶到山下时 看见了这座小庙 他睁大眼睛 仔细一瞧 那庙后面居然还竖着一根棋杆 二郎神知道 这呀 肯定是那猴子收不住的尾巴 就把它变成了棋杆竖着 于是 他便笑着说 你这妖猴 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骗我 看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悟空听了 忙献出原形 又与那二郎神大战了一番 这时 各路的天兵天将 一拥而上 将悟空团团围住 在南天门观战的 太上老君 便瞅准了机会 将金刚镯朝悟空一扔 悟空便被击中了脑袋 摔了一跤 小天犬忙跑上去 死死地咬住悟空 其他天神 一个接一个地扑上去 摁住悟空 这才把他绑回了天庭 之后啊 天兵天将们 把悟空压到斩腰台 可谁知 无论是用刀砍 用斧头剁 还是用火烧 用雷劈 都伤害不了悟空 这时 太上老君 想据地解释 这破猴吃了盘桃 喝了鲜酒 又吃了鲜丹 早就炼成了 金刚不坏的身体 不如试试 将他投入 我的八卦炉中 熔炼吧 玉帝想了想 便同意了 悟空被推入 八卦炉后 童子们 就用扇子 不停地生火 炉子里的火呀 也烧得越来越旺 这八卦炉啊 可真是厉害 悟空在里面 热得上蹿下跳 哇哇直叫 最后 他跳到了炉子里 一个没有火 只有风的位置 悟空以为 这样啊 就能松一口气 可谁知 风把烟吹来 熏红了 他的一双眼睛 就这样 悟空鬼使神差的 炼成了一双 能识别妖魔鬼怪的 火眼金睛 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太上老君 以为悟空 已经化成了灰烬 便打开了丹炉 悟空就趁机跳了出来 一脚登倒了八卦炉 还把童子们 一个个打倒在地 太上老君 也想上前抓住他 结果 却被悟空 推了个倒栽葱 悟空从丹房里 出来后 气急了 他从耳朵里 掏出金箍棒 迎风一晃 金箍棒 就变成了 碗口这么粗 然后他抡起金箍棒 在天宫里 一阵豪打 各路神仙兵将 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纷纷跑回自己的宫里 躲了起来 悟空一直打到了 玉帝的灵霄殿上 大喊着 玉帝 正所谓皇帝轮流坐 你坐这个位置太久了 现在 不如让给我吧 说完 悟空举起金箍棒 就朝玉帝挥去 玉帝下得大惊失色 幸好啊 有其他神仙前来保护 玉帝才能安全脱身 之后 他立刻派人传旨 快去西天清 如来佛祖 好了 大闹天宫的故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 是皮皮小讲堂的时间 在刚刚的故事里 我们看到 天上的神仙 只有二郎神 才能跟孙悟空 一较高下 那这二郎神 到底是什么来头呀 要说这二郎神呀 他可是玉皇大帝的 外甥呢 据说 二郎神的母亲 云华仙女 因为偷偷下凡 和一个凡人结婚 才生下了二郎神 玉帝知道了这件事后 就按照天条 把云华仙女 压在了桃山底下 当时年幼的二郎神 十分思念母亲 就去拜非常厉害的 玉顶真人为师 学习本领 长大之后 他就用神斧 劈开桃山 救出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啊 玉帝念在二郎神 一片孝心 便让他们一家团聚 还让二郎神 升作了神仙 负责领兵打仗 嘿嘿 这就是跟二郎神 有关的故事了 好了 那接下来 西方的如来佛祖 就会到来 收服悟空了 悟空能打败 这个厉害的人物 逃出升天吗 我们下集 不见不散咯 拜拜